等於硬勾回來是角度好喔 好的擊球感覺這時候來了嗎 在右外的方向直接打到拳打牆上形成了安打 王伯榮現在要準備往二壘衝 沒有問題 但這次的攻擊感覺就很好 挑一個高的變化球 一打出去我覺得王伯榮心中已經想說應該有 會過去 但是打在了上 一出局一壘有人 這次對決王伯榮先從壞球開始投起 這一個變化球打擊出去 在中間方向相當深遠 中央一手往後退 往後退 兩分打點的拳雷打 金牌大王王伯榮 在第二個打席 從澤本王大的手中揮出了兩分炮 哇 確實是我們中子目前 打擊最活樂的一名選手喔 紫薇也是樂天在2020年的選秀會 第二輪選進的好手 這一球又是強勁的安打 落在了右外野 這時候正宗哲 然後過三壘之後 要準備回來得分了 一局下半中央隊先持得點 林子偉的球輸是兩號一塊 林子偉再投這個球 打在二壘包附近 有一手撲下去 沒有來下來穿越 所以這下子二三點上的投手 應該要回來得分都不成問題喔 林子偉 繳出了二支二的表現 這次在這半局 一二的有人又輪到不錯 王伯榮 中外野放下的飛球棒 這球出棒 找到游擊的管區喔 這個球雖然有突然間彈比較高 結果這個傳球傳偏了 哇這球也剛好出去了 就是一個 多推進一個雷包啊 對 哇這個林晨飛有一點大意的齁 因為這強行球對於時間上來說是蠻充裕的 但是一個下手傳球 就過高了 這個對陳柯伊來說會是一個挑戰喔 那當然第一局一上來 然後一個失誤二壘上就有人喔 那面臨一個失分的一個狀態 嗯 就看他接下來自己有沒有辦法把這個 危機給化解掉 當然危機要化解掉 隊友一定要大力的幫忙 傳得太高了喔 看起來整個動力鏈 或者是他在傳球的一個加速上 都沒有什麼問題喔 可能傳球那個角度剛好就破高了 內角被拉到了右半邊 這個球還在飛出去了 六劍甫 本季第十四紅以及第五十分 第五十一分的打點 所以他全力打越過了林安可 打點越過了蘇智傑 現在是獨居這兩項的No.1 這發兩分蛋棒打了前隊友 也是雙方對戰的第一次安打 七比四 桃園隊在第七局非常的lucky 所以這一局真的有點打開了 說真的 最後這個內角球 不是那麼好打的位置 那重心的維持 跟最後球棒引導出來的軌跡 確實相當漂亮 好可怕的廖建築 十四隻已經比去你的全力打得太多了 還沒問題 第一棒 我們來看 二棒 第二棒